酒吧吧 企业起飞 企业起飞 你好 我是Denise 这一个星期的企业起飞 我们现场继续有 123 Big Studio创办人有Roy 梁伟全 早安Roy 大家好 对 Roy 其实大家都已经听他的分享 已经听了连续四天嘛 那来到今天呢 就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就是创业方面呢 有什么思维是最重要的 那对于一些想要创业的人 大家遇到的问题就是 你很想做生意 你很想脱离朝九晚五的工作 那你就去创业 其实这是一个很错的想法 因为创业并不代表不是朝九晚五 是朝五晚五 正常的时间 是每一天在做 每一个时段 是没有星期六 星期日休息的时间 所以要放掉这个想法 所以你觉得你可以接受 比朝九晚五还长的压力的话 好 你可以去做 那第二件你要克服的问题是 很多要创业的年轻人 常常有一个想法 觉得 哇 我看到那一家 生意很好耶 那我要做 刚好我有资金 创业不是创新 OK 创新是让你在市场上 比别人更快地认识你 可是市场上的持久性 不在于你的创新 OK 所以对于那些要创业的人 不要因为你觉得那个生意好做 你就想去做 跟风 跟风是一个很不好的态度 第三件就是 你创业你要开的店 一定是要你兴趣的东西 因为创业很压力 每天睡得很迟 醒得很早 睡非常压力 你必须喜欢那件事 你才去做 那这一次创业 我每天可以六点自动醒来 不需要巧闹钟 梦想把你叫醒了 对 因为你喜欢那件事 所以你要去做你喜欢的 而不是去做 市面上人家喜欢的 因为你喜欢你才会做久 因为我们希望生意 不是每天爆满 这句话是真的 每天爆满的生意 是不会持久的 每天顺顺的生意 反而会让你在市场上 站得很久 比那些创新的人更久 我们做生意跟做人 永远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求败不求胜 我们不要对 每一天的一小件事 都要赢要赢要赢 我们不要为了赢 顾客就算是 错的很离谱的 我们都还要去跟他杠上 这样自己是吃亏的 当你永远求败不求胜的话 人家觉得你很善良 慢慢的你的客源会多 客源多生意就好 生意就好就持久 我们非常谢谢Roy 在这一个星期里面 跟我们做的分享 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 988企业起飞